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夜白昼 指尖的游走 人生十万不够的阴谋 买了笑 买了梦 买新的无地冬天 不满欲望的缺口 猜不透 买了笑 买了梦 买不出的迷宫 人心是蔓延的涂流 黑夜白昼 指尖的游走 人生十万不够的阴谋 写论 根据网民诉求和投票结果 我们议定了投五级的方向 一 歌手在舞台上唱歌 是真唱还是假唱 怎么了 没事 吴婷好 明明你不舒服呢 您好 请问三亿灵小姐在吗 我就是 您好 您的花 这么大一捧玫瑰花 够下本了呀 依琳姐 谁送的呀 大手笔呀 这依琳姐的节目还没播出呢 仰慕者的花都送来了 这要是节目播出了 那不肯定是大获成功吗 那根据剧情的分析 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个男人出现了 这看我干吗呀 吴总 是你吧 是你 你就承认 别让我们大家在这儿瞎猜了 是啊 带猜 行了 不废话了啊 刘热星啊 刚才给大家讲得不错 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做一下下面的计划 我下期的是大套 藏心集团 你晚上有时间吗 有 那咱们六等半 听车长见 嗯 来来来 刚才有人给丧云 送那么大一束花 人家年轻嘛 当然追求者多了 有什么好稀奇的 但是要有人假公济私 那就挺让人看不惯的 你说吴总吗 把你那个妈去掉了 你那个妈去掉了 吴总吧 吴总 这么巧啊 我发现你现在跟你这爱将 可真是形影不离啊 是吧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等老雷来接我呢 来了 老公 接老婆来了 不要 这么巧啊 您介绍一下 这是桑亦玲 您好 你这是桑亦玲啊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了 我是好心的老公 雷吉强 雷先生好 你好 你好 那个 来 咱不是赶时间吗 先走吧 我们先走了 好 我跟好心约了 煮个晚餐 那我们先走了 好 您别浪漫去啊 慢点 后月儿 又想什么呢 你心太重了 走啊 咱去哪儿啊 要不咱也来一个珠光晚餐 逗你呢 我安排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 赶紧走 要不来不及了 还不知道谁送的花呢吧 不知道 你说会不会是公司的人干的 公司跟我熟的那几个男同事 刘世青 老总 摄影师和大勇 他们就算对我有好感 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送花啊 其他的男同事我根本就不熟 根本别说送花了 不对啊 还有我呢 你怎么不说我呀 我也是男同事 吴总 您又开始开玩笑了 我发现咱们从崇玉之后 你变得开朗多了 你会经常跟我们讲笑话啊 开玩笑啊 跟以前不一样 这也挺好的吧 以前 以前你可厉害呢 你板下脸来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害怕 大家在背后 都称呼你为黑脸虎 黑脸虎 真难听 但是你现在好多了 好 那我就继续努力 什么时候咱们变得什么 红脸虎 红脸虎 好 好 大佑玛 你倒让开点 当我手机信号了都 我说 今儿穿这么靓丽 是对这个世界有所不满吗 跟我比刘轩宇是吧 行吗 那试试呗 来 谁怕谁要说 好 给我一张你的近照 让我回到家里贴在墙上避邪用 那你拿给我一张你近贴的照片 跟我们家房顶上避雷 您要是鲜花 那牛都不拉屎了 我说这位美女 你见到我是不是觉得帅可以如此的具体 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们俩是脑子进水了 还被猪彩了 烦不烦呢 你奥他了 你奥他了 孙玥玲 您的花来了 我不要你拿回去 别呀 我花本来就少 您要不要我就没饭吃了 那你放这儿吧 谢谢 逸琳 逸琳 这么浪费啊 你这样是被送花的人看见了 得多心疼啊 你知道这花是谁送的吗 谁啊 你知道吗 我 我哪知道啊 可能是老谁家那小谁吧 好 这到底是谁送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那些花 你送给桑玥玲的 干吗呀 这事 你觉得可能吗 我给人送花 能那么鬼鬼祟祟的吗 这么多年你了解我吧 我如果想给人送花 我一定是光明荣达的 当着大伙的面我递给他们 真的不是你 当然不是我 我也纳闷了 都为什么公司的人 都觉得是我干的呢 难道我给人印象很浪漫 这个真没有 不过大家呢 都觉得你对桑玥玲另眼相看 怎么想怎么想 我只对我的栏目负责任 谁合适我就赔倘谁 不过你也不得不承认 合不合适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你认为桑玥玲最好 可其他的人可不这么认为 对对对 比如说你 你就觉得坚你最好 你把我也拖下水了你 我真的不敢 你喜喜不认为 你想想了 那不开玩笑吧 不开玩笑了吧 海滨啊 咱们这个新栏目啊 对于公司的上市计划 那是举足轻重啊 这次咱们废了这么大的周折 才把桑玥玲找回来 我实在不希望节外生枝 所以呢 以后就请吴海斌先生 对桑玥玲的这个关怀啊 收敛一点 别临门一脚坏了大事 这还不都怪你 把这个桑玥玲找回来 弄得我家好心啊 都快成柯南了 海滨出事了 也不知道是谁 把美妹三年前大闹商场 还有她在一家高级餐厅 跟服务员发生争执的视频 给发网上了 好 王八蛋 你知道是谁干的 这么人 欣姐 我去吃饭 我一会儿去 你先去吧 我走了 姐 你哪儿有咖啡没有 我这喝完了 有有有 这儿有 好 那儿 你要哪种 我 你们家最近老雷忙什么呢 她能忙什么呀 不过她前两天还提醒你 说好久没给你喝酒了 说哪天请你到我们家吃晚饭 行 那我哪天约她 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要不就今晚吧 今天不行 今天我得陪桑玉玲打球去 您可真够关心下属的啊 不是你不知道 我是这么想 一旦咱那节目拍摄开始 那需要很大体能 你看她那身体状况 肯定定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她得多锻炼一下 行 那就明天晚上行吗 明天也不行 明晚我得陪着桑玉玲去看一个 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展 好 那就忙完这阵吧 那行 忙完这阵我打电话约她 好吧 好 谢谢啊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要给你 咱们去哪儿啊 跟着走吧 走 五星级酒店 还挺会享受的嘛 您好 您好 刚才有一男一女进来 您看见他们去哪儿了吗 刚进来的 对 那男的穿了一身西装 你的穿了一条白裙子 他们往中餐厅房上去了 那边 谢谢啊 来 这么巧啊 巧 干吗呢 我约了一个朋友在这儿 朋友在哪儿呢 还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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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笑这么怪呢 怪吗 哪儿怪啊 平时不是这么笑 有点假呀 你尴尬吗 有点 我刚才看见桑英琳了 嗯 你说 在这种地方 看见人家约会 多少会有点尴尬吧 谁约会了 你明明看到我们在工作 你们确实是打着工作的旗号 在约会 掩人耳目了 好 谢谢 我发现你现在想象力很有基本的 吴海斌 你们俩最近确实经常在一起 你别告我每次都是因为工作 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还有啊 咱们永续公司人才济济 你为什么不远千里 把他从韩国请回来当主持人 你说你这么做能不让人怀疑吗 你怀疑什么呢 我不管别人吧 至少我怀疑 在梅梅生前 你就跟桑英琳已经好上了 所以之前把他送走 然后又把他接回来 这一切 只不过是你一首策划的一出戏而已 好心 好心 无论是你还是吉强 都是我多年的朋友 现在我的朋友能这么想我 我很伤心 我简直是龙眼一对 你不必说什么 正因为我们还是朋友 所以我理解你的苦衷 你还没想过 是吗 赶紧提上一筹 要来点热闹 来 喝点水 好 来 喝点水啊 什么味这是 你在水里放药了是吧 我告诉你吴海斌 一而再再而三再 我被你放药了 你究竟什么意思 你是盼着我死是吧 我告诉你 我不但没病 而且我也不傻 你给我吃药什么 你吃的什么药 眉眉 你说话 干妈 干妈 我觉得这眉眉最近好像有点不太对 要不您抽空 带她去看看精神科 这眉眉好好的 您让我带她看什么精神科 干妈 你看你 你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看她刚才 又无缘无故地 从海滌那儿发脾气 我觉得她好像这儿有点 这老婆跟老公发脾气正常 你平常不跟你老公发脾气吗 这明明她就是感冒了 她心情不好 所以她脾气不好 她什么事都没有 你不要夸张 不要夸张行不行 干妈 您别生气 我真没别的意思 是我夸张了 那 那我先回去了 别生气啊 走了啊 干妈 这一切到现在 我都还历历在目 我同情你 所以即便我跟美美是好姐妹 我也能容许你跟桑依林有私情 但是 我绝不能接受你把这一切 带到工作当中来 比如说主持人的事情 你让我很不满 你让我很不满 我谢谢你的坦率 谢谢你的直言不讳 可我很奇怪 我奇怪我自己 我为什么连一个字 也不想跟你解释 也许我是怕撕破脸皮吧 脸皮死破了 朋友就没得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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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吴海斌是个坦荡荡的男人 你就解释给我听 那些花 可你送的吧 谁啊 这个女人 脾气真是一点没变呀 跟以前一样一样的 还是那么急 刻意走了吗 老伯 我这儿没完事呢 你先回去吧 跟谁说电话 怎么了 我今天不想一个人吃饭 要不我等你 不是 你 你别等我了 我这跟客户打电话呢 晚上得一块吃饭 这吃完饭 没准还得去应酬 不是 真的 我 我这儿忙正事呢 乖 乖 好吧 老伯 喂 这样啊 这件事呢 你继续帮我跟进 有什么消息随时联系 反正呢 钱肯定是少不了你 乖 雯丽 你知道我今天跟谁 在一块儿吃饭吗 我跟我们传媒界的大亨陈总 在一块儿吃饭吗 你开什么玩笑呢 这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我们吴总跟他熟着呢 喂 雯丽 我今儿有人跟踪我 你能别吓唬我吗 对了 我问你 你前两天不是说 总有一个人到公司 去给你送花吗 怎么样了 今天还有人送吗 有 今天有人送 烦死我了 弄得我们公司 都议论纷纷的 会不会是那拨人啊 吴海逼子 才不会呢 我们吴总才不干 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呢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你胡说什么呢 谁胡说了 要不然每次一说起他 你就说他是个 怎样怎样怎样的人 好像你对人家多了解似的 我们俩认识四年了 可是有三年你们是失去联系的 好吗 你想说什么呀 我呀 就是想提醒你 你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么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 你可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 就栽进去啊 除非你喜欢他 行了行了 不你说了 好 拜拜 拜拜 玉玲 爸 你干嘛呢 我来接你回家呀 回家吧 嗯 哎 愣什么事啊 快吃 饭都凉了 没事 觉有点累了 爸 刚才我看见您一个人 站到外边干嘛呀 没事 我是看您那么晚没回来 出去迎迎你 怕你害怕 我看您挺紧张的 没事吧 没事 瞧你那吃香 哪像个大姑娘 像这样谁还敢娶你 不吃就不吃 爸 我觉得我跟你过得挺好的 傻姑娘 能跟我过一辈子 啊 话也说回来了 年龄也不小了 也该找个男朋友了 您看您 吃吃饭提这事干嘛呀 怎么能不提呀 对了 玉玲啊 在韩国这几年 就没出过男朋友 不是给您说过吗 没找 您算了 有得学习有得打工 哪有那心思找啊 嗯 一脸 三年前那事 还记成八八 爸 您看您说的 我怎么会怪您呢 我不但不怪您 还要感谢您呢 正因为您的反对 才让我看清了她的真面目 一脸 您能这么想最好了 一脸 爸只想说 我啊 作为一个男人 首先看她的素质 其次才是能力 以后在这方面 多多留意点 要碰见那种 又有素质 又有能力 又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千万别放手啊 千万别放手啊 我看你啊 还是饱刀未老啊 我现在啊 可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你真行 一个电话把我招来 游一圈自个儿跑了 什么 我累啊 我看你不是累 你是虚 虚 要说需要呢 我可不服啊 怎么了 我是给BHK郁闷的呀 我也不怕你笑话啊 我跟好兴啊 说实在的 已经有两个月 没在一起了 吵架了 怎么说呢 最近两个月来 这好兴啊 就越来越奇怪了 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他看什么都不顺眼 我也觉得他最近 有点不对劲 我给你个建议 你还是应该多带他 到你那个朋友圈子里 接触接触 认识认识 最好是认识一些 有头有脸的人 为什么 他不是一直对你 不是特别满意吗 你得让他知道 你带你圈子里的地位 对吧 这样让他觉得 我老公也不错 他心里也就平衡了 慢慢的呢 心情不是就好了吗 怎么了 我大小也是主任医生啊 没怎么 我只是给你个建议 你别多想啊 行吧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那咱们就这么定 好 那医生建材呢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一生建材 在国内的生产工厂 以及他们现在的市场份额 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 不过他们品牌老龄化 而且我打听到 他们公司的内部行政做得 并不是很好 我觉得我们公司 应该谨慎注意这一点 也许我们该换一家建材商 详细资料都在这份文件里 您看 我觉得换不换建材商 这么重大的决定 还是要深思熟虑 必定合作这么多年了 不过我这回在美国 有心认识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财团 他们对我们佳合的几个专利项目 都非常感兴趣 特别是东方商商 真的 那太好了 东方商商 我们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如果要是有合作方 能够加盟的话 那会大大减少我们的风险 本来它是希望我 能够尽快过去见面详谈 可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真的有了顾虑 董事长 要不要我跟他们联系一下 请他们来国内跟你洽谈 本来吧 我的女婿可以接受 可偏偏她现在之不在此 所以韩娇 现在公司的大事小事 都需要你来处理 董事长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说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你的男朋友 他不生气吗 我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那今天晚上 还是去我家吃饭吧 好啊 妈 其实您今天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也想早点回来 陪您吃个晚饭 来 菜都做好了 怎么样 你的工作还顺利吧 还可以 佳合几个项目不是也要开动了吗 您那边怎么样 多亏了韩娇帮我 还行吧 不过我的身体情况你了解 现在我的经历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那看来这韩娇还挺能干的 何止能干 人也漂亮 我都觉得奇怪 这么好的姑娘 居然没有男朋友 来喽 最后一包菜也出锅了 吴先生回来了 谢谢啊 这怎么回事 这菜是你做的 尝尝我的手艺 还有这两下吗 他说我天天吃方毅的菜 没有新鲜感 所以他今天亲自下厨 海斌啊 韩娇可是入的厨房 出的厅堂 我都纳闷了 天下男人都瞎眼了吗 这么好的姑娘看不见 那我今天得好好尝尝韩小姐的手艺 尝尝看 好 先尝尝这个 谢谢 谢谢 这是什么 炖豆腐 你来一口 谢谢 谢谢 来 一铃 又是你的花 怎么又是我的花啊 刚才你没在 我们替你签收了 多幸福呀 就是 这怎么了 签收你了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别帮我签收花 要再有人送花 就是公司没证人 一亮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这花不错呀 那花又没找谁惹谁 我插往那儿去 你干嘛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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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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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印制药厂的 王老板 王金明先生 王老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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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王太太 您好 您好 别叫我什么老板 就叫我金明就好了 你的背后可是从来不发金明的啊 只是不说而已 吉祥就爱开玩笑 吉祥 你太太看起来可真是太漂亮了 比电视里头强太多了 是啊 是啊 您过奖了 谢谢 谢谢 我这个太太啊 从来就无法贤良淑德的 只是我很哭闹 跟她出来 我整个啊 风头全被她抢了 与其说是陪衬 你倒不是说是 直接就被忽略了 来嘛 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就会很辛苦 有时候还得受点委屈 瞅你说的 来 咱们跟一杯 好啊 好 来来来 来来 谢谢 为了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干杯 跟她 干杯 来 谢谢啊 我再给你介绍几位老总 好吗 来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好心小姐 我真的没想到 我能在这儿看到你 我特别高兴 谢谢 谢谢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新华制药厂的赵老板 您好 您好 很荣幸认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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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这个 建国制药厂的王老板 您好 您好 我们俩这样也算是认识了 没带了 真是 真是 好 来来来 干一个 干一个 行 没问题 那以后我们长聚吧 好呀 我真的是太喜欢您了 谢谢 谢谢 您看看你的讯程度 这 这么多呢 真漂亮 有想象好多了 这还是我吗 这不是你是我呀 还不错吧 这下有自信了吧 那我什么时候能正式录影啊 我重要跟你谈这事 对不起 喂 喂 是我 我 怎么是你呀 怎么不能是我呀 最近怎么样 回国以后都还顺利吗 谁告诉你我掉号码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查个号码还不容易啊 你查我 我不是查你 我这是关心你 要不这样 下班以后 咱俩一起吃个饭 叙叙酒 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怎么了 还在生三年前我的气啊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 我是真没有办法 我有苦衷 你有没有苦衷 与我没关系 请你不要再骚扰我 怎么了 没什么 听者好像谁查你 方子丹 又是他 要不要找个公安局的朋友 出个面 警告他一下 不用不用 这事我自己能处理的 我觉得我不理他 他也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 您不用担心我 我是担心他不好打发 没事 我自己处理吧 行吗 没问题 那有什么事就告诉我 好吧 来 咱们说正事啊 陆颖的问题 现在订的是下个月 咱们都第一期 少爷领 收花了 别送了啊 我们这儿没这人 小孩 回去跟你们老板说 以后这儿不带说话了 也没有你要找的人 那这花 拿回去 我不好交的 让你走就走 走走走走 他们说没这人了 还差点跟我急了 送你了 谢谢 方子丹 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依灵 你总算出现了 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想你 当时做了那个决定 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什么都有了 我打算给你一个安稳幸福的生活 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别痴心妄想了 我今天出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咱俩不可能的 永远都不可能 依灵 怎么你还在怪我啊 你真是误会啊 我根本就不怪你 反而我要谢谢你 我谢谢你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离开我 让我到了我人生的低谷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去韩国 怎么会当上网络主持人 怎么会有今天 这么好的这份工作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请你不要再骚扰我 依灵 依灵 你听我说 依灵 当时是我 全是我 我现在要还给你 双倍地还给你 相信我 相信我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 你只爱过我一个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那她算什么呀 依灵 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跟她没有感情的 从一开始就是 你太和谐了 我不想再跟你说话 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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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给我死机会 依灵 干什么你 我警告你 别在我公司门口抓魂 还有别再纠缠她 Claire话说 十秒钟之内 离开机会 要不然后我马上回保险 你信吗 走 走了 都过去了 没事了 走 我觉得吴海斌他还挺男人呢 你说他竟然把你的麻烦事 全揽他身上了 对啊 所以我才觉得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觉得吴海斌他这么做是对的 这样方子丹以后 就不会那么轻易地去骚扰你了 对吧 还有个事 这个吴海斌 他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呀 这你回来可都是我的功劳 那说好了要请客吃饭的 要不这样 反正你也是个吃货 这对我请 真的啊 好 你请就你请 不过我先声明啊 这你是你 他是他 那可不能婚为一谈的 你还挺贪心 要不这样我问问他 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那个下周就算了 这下周医院要到学校 要给小朋友提解啊 你说我根本 这超不开身呀 你还忙上了 我也声明在先 下周我跟吴总也会很忙 因为我们的栏目呢 已经接近尾声了 真的啊 当然了 行 只要你们的栏目 能顺利地成功 让我绝食一周都没问题 那你就等着绝食吧 说好了今天你请的啊 你不能反悔啊 下星期我就不能来了 肯定特别忙 那我这下周 不是会很孤单很寂寞吗 你寂寞什么呀 你不是刚说 你老婆最近对你不错吗 是 有所转变 对了 差点忘了 我给你说件事 你不是让我 经常带着老婆出去 走东走东 见见我的朋友吗 那天啊 我还真给她介绍了 一位大制药厂的老板 你猜怎么着 她让好心啊 给她们拍条广告 还要让她 做她们的形象代言人 药品广告 谢谢了我 风险太大 趁早别走啊 你看这 我这好不容易 给老婆表现表现 你让我想都不想 就放弃啊 那你想怎么着 你毕竟是她的顶头上司 我想问问 她做这个形象代言 会不会 违反公司的什么规定啊 那倒不是 不过这事是什么报 老大点头她才能去 不过问题在于 这要一旦出了事 消费者就得起诉 那好心就得陪人家 打官司去 风险在这儿了 有那么严重吗 嗯 行了 这样吧 我哪天把资料带过来 你看看啊 看了再说 好吧 等会儿 我只管看啊 你出什么事 我不负责任 就合了吧你 这事上就你最精啊 你看了没问题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容这家动作 连自己都被骗过 直到心的疼痛 让人无处可躲 如何承认我错 我做的不够 还连就戒不掉戒不开的痛 擦肩而过 一无所获 熟悉的风吹着冷漠 这画面凝结记忆的泡沫 端子那绚烂的脆弱 擦肩而过 转身沉默 你的人手 黄沉默 连我们也没逃脱 时间值得 第三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